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门徒》 讲述了由吴彦祖扮演的阿丽 八年卧底 潜伏在刘德华饰演的毒枭阿坤身边 搜集资料与阿坤斗智斗勇的故事 影片一开头就用昏暗的基调 描绘了在一间破旧的房间 阿芬刚刚吸完毒后又给自己扎了一针后 扭曲着身体倒向了沙发 要不是手臂上还扎着针头 一眼望去跟杨丁峰发作没什么两样 阿芬的女儿小萝莉淡定的过来 拔去了阿芬手臂上的针头 画面一转 男主是个潜伏在大哥身边的卧底阿丽 这次他要与街对面的胖子一伙人完成毒品交易 阿丽当然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定都会在警察的视线内 所以阿丽指挥着胖子一伙人行动 在马路上与警察来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PK 虽然是损失惨重 但还是侥幸逃脱了 跟大佬阿坤对接完成后 阿丽丢掉通讯手机就回到了家 阿丽回家煮面 对面阿芬家的小萝莉正眼巴巴的望着流口水 阿丽只好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就在这时坤哥住院了 阿丽得之后便赶了过去 坤哥表示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妻子又怀孕了 有了那么一丢丢想让钱给阿丽 举家移民的想法 阿丽告诉坤哥自己想要出货买房子 坤哥却大方想直接给阿丽一笔钱 阿丽当然不同意了 偷偷给坤哥一颗糖拒绝了好意 阿丽离开医院后 打发走了爱慕自己的小姨子 跑去买了一堆好吃的送给隔壁的萝莉 还请他们娘俩下了顿馆子 交谈中阿丽也顺势得知了阿芬的家庭情况 男人古仔是一个衰人 自己吸毒败家 还让女儿妻子帮自己贩毒 妻子阿芬为了证明能戒毒也染毒 没想到好不容易快借了 总是被骨仔一针打到解放前 一家人穷得叮当小 阿芬只能帮租给他房子的老板卖烟为生 女儿实在饿得不行 就找邻居阿丽接泡面 而阿丽看着他们可怜 能帮的就帮 没想到某日吸了毒的阿芬 意识恍惚的 也就把阿丽给上了 身为警察的阿丽摸到阿芬身上的针口 就明白他也是吸毒者 于是便产生了厌恶之感 后来阿芬的老公骨仔突然回来了 阿芬很害怕去找阿丽求救 阿芬抱着女儿跪在阿丽的门口 小姑娘一直在哭 阿丽心善只能抱起孩子进了屋 知道阿芬为何吸毒后 阿丽有些心疼 将犯了毒瘾的阿芬绑住 等第二天早上再解开 而早已把情况告知上司的阿丽 跟警察一起来到了阿坤的制毒工厂 没想到却被一群不知情 却想抢工的警察抓住 还一顿暴打 警察表示 你说你是卧底 你就是卧底啊 非让阿丽带他们去窝点 一番争斗后 阿丽成功逃脱 坤哥知道自己工厂被端了以后 立马就抱走了 但也开始有些怀疑阿丽 决定带阿丽和自己家人一起去泰国 阿丽打点好阿芬就上路了 而在泰国 坤哥的小姨子 向之发情的母沸沸 主动献身给了阿丽 阿丽醒来就被坤哥带走了 两人见面后 坤哥上来就用枪指着阿丽的头 没想到阿丽胡周 竟然歪打正着 让坤哥消除了疑心 原来阿丽辛苦上交的毒品 全被警察上司偷摸卖了出去 也是这次的考验 让阿坤彻底相信了阿丽 回到家 阿丽发现自己家的门被撬了 邻居渣男说他搞了他老婆阿芬 于是阿丽便给了他一笔钱 再次染毒的阿芬 让阿丽彻底失望了 渣男回家自己注射了毒品 又看到妻子阿芬 想让妻子也爽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糟了 因为阿芬的胳膊上的血管 已经找不到了 渣男就直接把毒品注射到了脖子上 阿芬立马开始抽搐 吓坏了的渣男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挣扎 到最后窒息而亡 小女孩找到阿丽想吃东西 阿丽给他准备完 打算送他回家 却发现了惊恐的一幕 阿芬浑身爬满了老鼠 老鼠正在吃他嘴里流出的血 阿丽彻底崩溃了 最终坤哥也终于被警察抓住了 临死前才知道阿丽原来是警察 当年阿丽身无分文 是坤哥救了他 后来阿丽被高利贷追杀 也是坤哥出的钱 坤哥被人砍 还是阿丽帮他挨的刀子 坤哥到这一刻还是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警察安排好的 他求阿丽放过自己的老婆孩子 之后便断气了 阿丽后来又设计 让古仔把女儿的抚养权让了出来 还在机场和警察合伙 把古仔抓了进去 所有任务都完成后 阿丽突然感到迷茫 当他也想给自己注射毒品时 罗利过来扔掉了他的针头 拯救了他 这部电影无疑是部黑暗的电影 看完电影脑海里一直萦绕着阿丽说的那句话 毒品是因为空虚 而到底是空虚可怕还是吸毒更可怕 其实最可怕的还是人的欲望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